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技嘉的5670 5670它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不用插電源 不用插電源 好 那這款5670有什麼簡介 我們看一下 它是5670的繪圖晶片 支援PCI Express 2.1 支援Direct11 OpenGL 3.1 內建1GB的DDR5顯示記憶體 採用128位元記憶體管理介面 支援Crossfire 這個如果你是玩家就很適合 你以為玩家你覺得效能不夠怎麼辦呢 你再繼續買一張嘛 兩張Crossfire 然後Avivo HD技術 然後搭配了DVI VSAP 就是原來的VGA端子 然後HDMI DMI 好 採用40奈米製程 那40奈米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使 矽晶圓面積縮小 更因為電子線路間的距離變小 讓時脈可以大幅提升 而且更為節能 不會因為說你效能提升了 然後時脈提升了 然後呢就變更耗電 不會 這是40奈米 然後採用Avivo HD技術 可以讓影像更逼真 更逼真 然後 3D加速控制應用程式 可以讓你全盤掌握你的ATR視覺處理裝置 提供優越的圖形效能和視覺品質 達到效能穩定性創新等各方面的極致 除了更安全的GPU超頻 好 自訂設定 還有什麼 可自訂熱鍵之外 還有全新的功能 你還可以享有頻繁的更新 再來是什麼 DELOX11 DELOX11這個也要講一下 目前 綠色那個牌子 綠色那一家 它還沒有出DELOX11的顯示卡 所以你要有DELOX11顯示卡 你只能怎麼樣 現階段你只能買 ATI5000系列 那5000系列裡面 最 就是不用插電的呢 最省電的呢 應該就是什麼 5670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張 支援最新Windows7裡面的那個DELOX11 然後我又不想要插電 你拿來做那個 家庭影音機的 那你就是買什麼 5670 好 然後 Share的Model5.0 針對OpenGL3.1支應用程式 具有絕佳的支援與效能保護 然後再來是Crossfire Crossfire就是你兩張顯示卡 插在主機板 插在那個PCS Base的介面 16倍你就插兩張一樣的顯示卡 那效能就會更好 然後 支援PCS Base2.1 它的頻寬是AGP8倍數的兩倍 傳輸速度每秒超過4G 再來是什麼 那個 現在我們講求 要節能 要環保 所以呢 採用了ROHS ROHS 環保規範設計 所以 從 這個 技嘉從原料 原物料 零組件 產品製造 彩核 等等 我 它都是採用 達到那個 ROHS規範的要求 好 再來是什麼 那個 高解析度多媒體介面 就是指HDMI 喔 那剛剛講到 它三種端子都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拿來裝在那個 家庭影音機 家庭影音機 那你可以就是接HDMI 那你可以傳到液晶電視 或電漿電視 對不對 很好用 好 再下一個 好 當然支援 Windows 最新的Windows 7 那上一代 Windows Vista 也是OK的 好 看下一張 好 這個是規格 晶片組不用講 5670 記憶體1G GDDR5 核心時脈是785 然後 記憶體時脈4000 記憶體獲得排128bit 這剛剛前面都有講到 然後 記憶體種類 DDR5喔 DDR5 顯示卡尺寸 是ATX 解明 ATX的尺寸 然後 然後 獲得排種類呢 是PCI Express 62.1 速度呢 是16倍速 最大解析度是2560x1600 那 你如果是用VGA 因為它有VGA嘛 所以你 其實傳統螢幕也沒關係 那可以支援到 2048x1536 好 然後有D-Sub 有DVI 還有HDMI HDMI的好處就是 你影音只要一條線 你就可以存 你只要一條線 你就可以接到電視之後 就不用再接其他線 看起來畫面就很簡潔 下一張 好 3DMark的成績 我們也要看一下嘛 對不對 我們拿 記下5670 跟 A牌跟M牌的9600GT 去做比較 好 然後 前面呢 是H模式 後面是P模式 那我們看一下分數嘛 從左邊 開始 3306 3315 然後 3266 後面是 5358 5304 跟5548 分數 其實你剛才說 幾乎差在 100多分 100多分 100多分左右 好 那顯示卡的保固呢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了齁 你買這個顯示卡的時候要注意一下你這個序號齁 保固期限是3年 由經銷商自行提供或出售的保固 應該由那個什麼 由該經銷商去做處理 好 所以呢 那要注意一點喔 齁 你如果沒有標籤 齁 沒有標籤 沒有序號 如果序號跟產品不合 難以辨識 我們就 那個計價不提供保固喔 好 再來是計價的 快速服務中心 在哪邊 台北松江店 也就是那個 靠近光華山 光華樹木新天地 那邊就有一家 綜合建一 齁 所以台北縣台北市都OK 那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都可以 好 到時結束